长期关注海洋问题的宜昌国小资优资源班的学生 今年把原本在校内举办的海洋市集给带出了校园 与多罗曼赏金公司合作 在赏金游客最多的集合地点举办了小小市集 展示学生们亲手绘制的各项海洋创意商品 小朋友们也化身海洋保育解说员 向在场的游客宣传海洋保育观念 也充分落实了环保教育向下扎根 现在正是赏金的旺季 长期关注海洋问题的宜昌国小资优资源班学生 利用这个季节与多罗曼赏金公司合作 就在赏金游客报到处的走廊 设置了小小的海洋市集 现场展示的都是孩子们亲手绘制的海洋创意商品 其实我们在校内办海洋跟减速市集 其实有两三年的时间了 但我们觉得其实在校内 把这些理念留在校内是很可惜 我们觉得应该要走出校园 应该让多一点的游客还有花莲的民众知道 我们在做海洋保育海洋 然后还有减速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很高兴多罗曼能够给我们这个场地 邀请我们来这边办海洋市集 那这边呢有很多就是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边是花莲的海洋文学的小朋友制作的明信片 然后就是让小朋友知道其实花莲原本的样貌是非常的美丽的 透过湿然还有小朋友画的角度 可以让更多的民众知道花莲原本自然的美貌 那后来这边的鱼的市集呢 这是花莲12个月常见的鱼种 其实这个小朋友想要推广的理念是 知鱼是鱼的理念 其实花莲的鱼很多的不同的池节都有不同的鱼种 那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实力来去使用 对于那个自然环境保护是比较有帮助的 同学们经常就在执行海洋保育工作 看到游客到访也都主动热情的介绍商品 以及宣传海洋保育观念 他们可以爱惜海洋 然后可以认真的检数 就是可以了解海洋要什么 就是也可以 比如说海洋 海洋被垃圾污染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垃圾捞起来 变成废物在利用变成黄金 我们这一次的摆摊的 这一次摆摊的目的就是废物变黄金 他们这些浮球就是在海边捡到的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海边捡到的 小小的海洋市集充满了学生们对海洋的爱与关怀 更期盼可以号召更多人一起来重视海洋保育工作 而市集当天贩售的创意商品索德 也将全数捐给花莲县身心障碍社福单位 让特殊儿童们能够有更美好的生活 这日会欢迎视报道